第438集 新元 木姆 2023年12月20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这一集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故事 第41章 新元遭伙伴 木姆被磨擒 你看这一集的题目啊 新元和木姆没有了婴儿 我们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啊 战斗来临的时候 婴儿需要被保护 所以这里就不提婴儿了 这一集不提婴儿 但是呢 我却要对啊 这一代的人民说一句话啊 大家还记得上一集说到了水帘洞 西游记中有四句话 那个群猴需要一个猴子进入水帘洞 你看这个猴子是谁啊 是啊 丛杂中的一个石猴 丛杂两个字 说的是万千人中普通的一个 但是这个人却是石头猴子 这说明啊 他又不是普通人 这地方如果具体的说 可以说是我 我是啊 十四亿人中普通的一个老百姓 但是我做的事有独一无二 因此后面有四句话啊 今日方明显 时来大运通 有缘居此地 往潜入先攻 可以说这说的就是我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这个猴子进入水帘洞干嘛 就是寻找中华文明 而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找到中华文明 当你看了我的视频 接受了我的视频的时候 你就是进入了水帘洞 因此你就是这一个石猴 所以啊 有缘居此地 不是对我说的 而是对每一个中国人说的 你还记得那句话吗 人身难得 中土难生 正法难遇 全此三者 姓莫大焰 有缘居此地 说的就是生在中国 生来是中国人 是极大的幸运 而你啊 就是这个幸运的中国人 因此你本身就是有缘人 当你找到中华文明的时候 你就是往潜入先攻 这个先攻就是东方神仙界 你通过看我的视频 认识清楚了这个世界 然后践行了东方大道 那么你最终就会进入先攻 怎么践行东方大道呢 那就是啊 如心源一样的 去和一切敌人战斗 如金木一般的守护好婴儿 你就是往潜入先攻的 那一个有缘人 大家懂了吧 好了 我们懂了这个呢 就进入今天的故事 这个故事啊 开篇八句话 说的就是啊 过去 现在 未来 万年时间 人间本质 我给大家先念一下啊 善恶一时妄念 荣枯都不关心 慧名隐线 任福尘 随分 积餐可饮 神境湛然长寂 昏明便有魔寝 五行蹭灯 破禅林 风洞必然寒脸 我直接说这段话的本质含义吧 要明白这段话啊 我们先要想一下 毛主席说过的一句名言啊 人民万岁 毛主席是神仙下界 他非常推崇人民的力量 对于这句话 其实老百姓心里啊 一直有一对矛盾的想法啊 绝大部分人 一边认为毛主席说的对啊 人民才有力量 人民创造一切 但是我相信啊 更多人觉得 人民其实是一盘散沙 人民需要真正的领袖带领 只靠人民啊 没有英雄的领导 似乎啊 人民是办不成任何事 你看啊 紫兔子邓小平时代 难道中国没有人民吗 一样有啊 那时候的人民 也是毛主席时代的人民呢 可是人民有反抗能力吗 半点也没有啊 所以毛主席说的 人民万岁 在邓小平时代 可是踪迹全屋 人民别说万岁了 连一年一岁的活着都不容易 你看整个东北 那么庞大的地盘 那么多人口 还是中国当时 可以说最重要的中工业基地 不就是被朱镕基 一瞬间就拆光了吗 东北人民的力量在哪呢 一点也没有啊 大家看到了吧 实际上 人民的心态 就是如此矛盾 为什么呢 因为现实就是如此啊 人民失去了真正的领袖 不但没有了力量 反而成了待宰羔羊 人民呢 其实都会困惑于此 最终人民其实不信这句话 就是人民其实不怎么信的 人民万岁了 西游记这一章 开篇八句话 就是解释人民万岁这四个字 要明白为什么 毛主席说人民万岁 人民在毛主席时代 也一再创造人间奇迹 而到了邓小平时代 人民瞬间失去了力量 那你就要清楚一个事实 那就是啊 你不论是活在毛主席时代 还是活在邓小平时代 你其实都活在 谎言监狱之中 你不知道真实的世界 所以你最终啊 不能从本质上理解 人民万岁四个字 我告诉大家啊 你别看死兔子 邓小平是活废物 但是他是知道真实世界的 他知道神仙存在 就凭这一点 他就足够细刷 全中国人民 这就是聪明人骗傻子 一片一个准啊 我现在啊 从根子上给大家讲明白啊 为什么人民一会儿有力量 一会儿又没有了力量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切要从人类社会的根本形态说起 我们的起源是大雨时代 大雨时代 人类社会是一条纯净透明的河流 此时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弃具体的事情 你就单纯想象一条纯净透明的河水 每一个人只是河流中的一个水滴 这就是人民 当河水开始流动之后 大家会发现啊 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河水的前进 每一滴水滴不论你走在最前面 还是走在中间 你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 就好像啊 河道中有一块石头 河水冲快 这块石头啊 继续前进 你能说只是接触石头的水滴起作用吗 根本不是吧 如果就靠贴在石头上的水滴 那么这块石头显然会纹丝不动的 所以啊 这就是整条河流的力量 一起冲开了挡路的石头 整条河流就是大雨时代 每一滴水滴就是人民 这就是人民万岁 因为人民真的有力量 可是这一切到了周天子时代就改变了 周天子时代 人类社会是一座座山头 河水和山头 它是截然不同的啊 这是水和山的区别 河水没有领袖 没有核心 它纯粹体现的是集体力量 而山头 它有领袖 有核心 那就是山尖 这个山越高 山的力量越大 山越低 就越没有力量 我用毛主席来举例啊 毛主席 他那个时代 不论从战争时期说起 还是从建国后说起 中国还都是一座座山头 毛主席 他是山尖 他能力越大 这座山越大 越高 也就越有力量 毛主席知道这个力量 并不是自己的 而是一个个人民的 所以他在山头时代 也能说出人民万岁 人民就是一粒粒尘土 一粒粒尘土 组成了这座大山 这个尘土堆积成大山 所以你看为什么 那个他们老说佛教 老说尘世 尘世 尘世 为什么不说水世啊 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世界 是尘土一样的人民组成的 之后呢 毛主席去世了 死兔子邓小平爬上来 他还是山尖 但是这时候 你就立刻发现不同了 因为此时的人民 不是水滴 而是尘土 尘土的力量啊 依赖山尖 而邓小平 他是毛主席的反面 他带头卖国 他不但卖国呀 他还要摧毁这座高山 那么他本来就在山尖上 他玩命的屁股相下坐 他手脚并用跑土啊 他还借来美国推土机 发疯一样 挖着大山的山脚 那你说 大山有办法阻挡吗 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 所以呢 在周天子时代 人民是没有力量的 人民就是尘土 大家懂了吧 当你懂得了这个 也就是 人民可以是尘土 也可以是水滴 那么你再看这八句话 你才能彻底明白 善恶一时妄念 荣枯都不关心 惠名隐现 任福尘 随分 积餐可也 这是说的大禹时代 荣枯啊 善恶 它都是私心的各种表现 当人类社会是 大禹时代的河流时候 那么就没有善恶对立 荣枯变化 每一滴水都一模一样的 我们合在一起 一路向前 永不回头 所以就是 任成福 而且在那个时代 物质财富不够丰富 所以啊 要随分 积餐可也 我们向前一路建设 就是要将家园 建设的更好 物质财富越来越多 这样我们就不能 就不用啊 积餐可饮了 我们就可以 吃着饱 喝着足了 可是呢 当社会上物质财富 多了起来之后 人心之中 就有了私心 这就是从大禹时代 变化成周天子时代了 或者你具体说 从毛主席时代 变成了邓小平时代 那是一模一样的 神境战然长继 是说毛主席时代 人民的心思是安静的 没那么多想法 可是到了邓小平时代 他就变了 变成了昏明便有魔寝 昏就是发昏了 明就是死亡了 魔寝就是私心来了 这是说私心必然带来 社会整体发昏 然后最终死亡 五行蹭灯破禅林 这个禅林说的是公心思想 他被私心给打破了 风洞 那就是改革开放的春风 刮起来 人间就寒意凛然 大家懂了吧 这八个字啊 说到了过去和现在 但是过去和现在 也就涵盖了未来 这还是天地一指 万物一马 这是神仙不断在告诫我们 如果我们不能看清历史 明白世界真相 那么未来 邓小平时代还会重来的 好了 大家懂这个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面的文字 这个故事开篇就说了啊 孙悟空和猪八戒 告别了杀和尚 这含义就非常明确了 杀和尚代表了东方神仙界 孙悟空代表人间革命者 猪八戒代表了官僚体系 我们从最大时间段来说 这说的是三千年周天子时代 东方神仙神通下不来 虽然也有啊 东方神仙下界 可是整体来说 人间是西方献身统治 所以杀和尚就被告别了 我们从小的时间段来说啊 那就是邓小平三十年 这时候还是西方献身统治人间 所以杀和尚也就被告别了 孙悟空和猪八戒跳过枯松剑 这就是时间啊 来到了二十大 枯松剑代表了邓小平三十年 他们来到怪石崖前 石崖就是九转灵魂的老窝 那么为什么说怪石崖呢 这是怪事的意思 邓小平三十年 发生了无数奇怪的事 这个可不是说什么啊 神秘自然现象 根本不是啊 这说的是奇怪的社会现象 你比如啊 明明邓小平嘴上高叫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 我们要高居马雷气质 我最革命 我老党员 可是社会上啊 各种反党反社会的活动 甚至一个个具体的人 比如啊 之前的公知啊 现在的六岁 他们混的是如鱼得水 他们这帮人都明着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可是他们不但被邓小平保护得很好 还被推崇到高位 你就看看啊 过去那么多年 几十年了啊 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 一个个都是号召 政府啊 完全放弃啊 干预经济 你把政府垄断的行业 都开放给个人 这不就是全面私有化吗 而这帮人啊 却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 他们要地位有地位 要钱有钱 那么这一切是谁给的呢 都是死兔子邓小平给的 看到了吗 死兔子邓小平 一边高呼 坚持上的领导 一边私下扶持起各种私心理论 私心学者教授 为他瓜分国家做吹鼓手 这就是怪石崖 就是怪事儿呀 这个意思 当然啊 九转灵魂夺舍 这是更大的怪事儿 这个地方有个洞府 是什么样子呢 我本来想挑个解释啊 但是这里有几个有趣的地方 不解释呢 就浪费了神仙的文笔 我就解释一下啊 回鸾古道 幽还静 鸾就是金鸾殿 代表了最高权力 回鸾就是回到最高权力 这是一条古道 非常有景 你说最高权力 我们就可以看成 一代代国家领导人 你在凡人角度来看 这能回去吗 根本不可能啊 比如啊 李世民死了 他怎么可能 再回到皇帝位置呢 他都死了 不能吧 所以啊 能回到皇帝位置 就是因为这群人都夺赦了 他们重新 从小孩子活起来 这样子 他们才能回到皇帝位置 这就是回鸾古道 这就是死兔子邓小平夺赦了亲孙子 他才能说 我要回到最高领导人位置 因为之前他就是啊 而这条道呢 周天子三千年一直到现在啊 他时间很久了 所以是古道 但是走的人很少 周天子三千年 不过285个人 所以道路上很幽静 因为人少啊 三千年都不到三百人啊 比皇帝还少得多 不过呢 到了邓小平时代可就不同了 他九转灵魂大批发呀 这条道上可就热闹多了 你看啊 连赵忠祥都可能走在这条路上 你说这能不热闹吗 我有时候就真的无法理解啊 这个死兔子邓小平的心态 你就没有想过吗 你把赵忠祥呢 都弄成同党了 可以说他都有机会 和你一边高 和你争 你怎么还爬得上去呢 你还想当最高领导人 你就做梦吧 你这赵忠祥都弄过来了 你把你自己的路啊 走窄了呀 你呀邓小平 你以后都未必争得过赵忠祥 所以西方邪神说 你是个太监 废物蠢货 你真是如此啊 后面那句话呢 风月夜听玄鹤怒 这是说的啊 人间其实是被神仙界控制的 后面两句话就比较有意思了啊 白云透出满川光 流水过桥 仙一星 他有正反两个含义 我先说反面 这说的是死兔子邓小平 你看老说他 邓小平是四川人吧 所以满川光是说邓小平死而复活 他又有光明了 而流水过桥呢 你看看啊 这是说水漫过了桥面 那桥就看不到了 那么我们怎么过河 自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呀 因为没桥了呀 大家懂了这个 那么我们再看看正面含义 白云透出 白云我们可以认为是攻心思想 白云从山川里面出来 光明来到人间 这就是说的啊 全新三千年到来了 而过了桥之后就仙一星 是说东方神仙 开始管理人间 大家懂了吧 这段文字呢 基本都有这样正反两个含义 我就不再解释了 我们就看最后一句话 昆仑地脉 发来龙 有分有缘 方受用 这只是说 中国就是昆仑山 中华文明催生出我们的中国 只有有缘人 就是中国人呢 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但也因为 中国是人间神州 所以妖魔鬼怪 也就要拼命地占领这个地方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你就看非洲 那么大地盘 可以说是地广人西 好多地人都没有人 那么多人 那么大地盘 可是白皮都不要 你从这个对比 你就知道啊 中国是人间 唯一神奇的土地 中国人是唯一的神仙种子 好了 这段文字实在是太概括了 这是神仙呀 再度给人间 给中国人 讲明白这个世界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去看 孙悟空怎么和妖精战斗了 那么我们一起看看下面的故事 孙悟空来到门前 看到一座时节 上面八个字啊 好山 枯松剑 火云洞 这个时节 也是世界的意思 这是一个人民不知道的 九转灵魂的妖怪世界 或者说是 罕见卖过贼的世界 也一样啊 这地方也很逗啊 这是说了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 十八大 十八大时候习主席和敌人开战 同时这也是八大 八大时候 邓小平爬上来 他就在这一届啊 当上那个党的总书记了 所以这个 好山 枯松剑 火云洞 说的就是 以邓小平为首的 汉奸集团 孙悟空看到一群小妖 正在 抡枪舞剑 跳风玩耍 这几个字啊 是有时间顺序的 抡枪舞剑 是说 邓小平十八大时候 他还有私人军队 武警就是他的私人军队 但是随着时间发展 武警被收归军队体系 那么邓小平 他没了军队了 他就剩下跳风了 风啊 就是私心领域 你说他发疯也可以啊 这说的就是啊 邓小平在思想领域的进攻 越发猖狂 你看网上六贼啊 就是那个时候疯狂出现的 之前 之前他是公知 他是有数的 南方日报啊 就这个广东 夜间英控制的汉奸报纸 直接开出一个公知名单 现在这个温铁军 就高居榜上 他就是著名的公知 同时我再给大家一个名字啊 江平 就这个老公知 昨天才死 他是政法大学原校长 他还是著名法学家 就说他一生啊 他说自己一生啊 都为完善法律建设服务 那么你看 现在大家就知道了啊 就这个老汉奸 江平 他一辈子都为九转灵魂服务 他属于铁杆马仔啊 这就是政法大学原校长 你看啊 郭继承就是政法大学的 老汉奸死了 小汉奸培养起来 政法大学也是啊 汉奸横求远 代代永流传呢 这是传承不断呢 这可以说是啊 都是纸媒时代的这帮人啊 后来就到了互联网起来 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之后 那么公知就退位了 取而代之的是六贼 六贼数量是爆发式增长啊 这就是邓小平的一个个小妖怪 他就只能跳疯了 老风啊 也是挑拨离剑 带节奏这个意思 孙大圣力声高叫 此时孙大圣就是习主席了 他说 你们这帮小汉奸呢 赶紧去给老汉奸汇报 让他送出唐僧来 我就饶了你这一栋妖精的性命 如果不送出唐僧 我就杀光你们 杀光你们 他凭你们的动服 这个地方吧 就涉及到了啊 习主席具体怎么和汉奸战斗了 这个我也就不可能知道了啊 我大概说一下啊 这是说汉奸也分层次啊 有的是九转灵魂 你比如邓小平 那是绝不能饶恕的 他是一定会死在我手里的 但是有的 够不上死刑 那就不会杀了他们 只是判刑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切有个前提 就是要交出唐僧 这是说呀 汉奸要交出国家权力 不能再走啊 卖过路线了 小妖怪立刻慌忙回去汇报 他们关上了两扇石门 你看关门这个动作啊 还是关石门 其实有一个含义 就是说 九转灵魂的秘密 没有暴露 这是说的二十大之前 中国人民 不知道邓小平他们都夺舍了 也不知道人间 有五百多九转灵魂呢 此时呢 妖怪正在洞里 准备吃唐僧 你看这段话 每个字都有含义 妖怪把唐僧 剥了衣服 司马传提 捆在后院里 让小妖打干净水 刷洗 要上笼争吃 唐僧就是中国的物质财富 剥了衣服 这个衣服就是公有制 是国企 是属于人民的土地 衣服没了 那就是赤裸裸的 私有化了 司马传提是说呀 路线全被捆住了 捆在后院 是避开人民的监督 老百姓根本不知道 中国的企业土地 都变成他们私人的了 然后就有个关键的话了 就是打干净水 洗刷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瓜分财富 你要有个名头 有个说法 你不能直接就抢了 我给你举个最著名的例子 就是朱镕基瓜分东北国企 你看啊 如果当时朱镕基说 你这个东北国企 我看上了 我要了 那你说他拿得到吗 他根本拿不到啊 全国人民都不答应啊 我们东北国企好好的 给国家一边创造财富呢 一边让老百姓安稳生活 那么凭什么给你朱镕基呀 你算老几呀 是因为你五指下流不要脸吗 朱镕基硬抢是抢不到的 所以呢 朱镕基必须抓住宣传部 他开动宣传机器 他说呀 东北国企啊 那是管理不善 大锅饭 亏损严重啊 就是你按照做买卖来说 东北这块土地上 每个商店全赔钱 每个买卖都赔本 而且是全国人民 给他补亏空 人民这么一看 哦 原来东北都亏损了 是国家在负担你们 那我们不要了啊 谁爱要谁要 那朱镕基就说 哎不好意思啊 谁叫我是国家总理呢 这么吃亏的事啊 我得先上 哎我就替你们要了吧 于是东北国企 就被朱镕基带条瓜分了 带动了吧 这就是干净水洗刷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妖怪听到 小妖怪来报 祸事来了 他就停止洗刷了 这只说到了十八大 习主席上来 立刻终止了 汉奸对国家的瓜分 所以温家宝大为愤怒 他说出了著名的一句话 政治体制改革 一定要进行到底 如果不能将 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 那么经济体制改革 已经取得的成果 也保不住 我再重复给大家翻译一下 省得有人忘记本质 这就是温家宝说呀 坏了 大事不好 习主席上来了之后 就怎么就不让我们 瓜分国家财富了呢 这可要完蛋了 但我们必须啊 让习主席下去 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进行到底 如果我们没有 让习主席下去 结果就是啊 我们已经瓜分到手里的 国家财富还都得吐出来 大家懂了吧 我这时候再给大家说明了点啊 老百姓大部分以为啊 温家宝 朱镕基 他们是刮钱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他们是瓜分行业 这个行业都是他们私人的 比如啊 朱镕基垄断了金融产业 温家宝垄断了 珠宝玉石产业 这个 他垄断更多的 我就不知道了啊 我只能知道 是珠宝玉石产业 那李克强 应该是垄断了医疗产业 就这意思 这些产业呢 是一直为他们赚钱的 而不是只赚一年两年 这些产业是永远存在的 而且他们 关键一点啊 他们是拿不到国外 这产业怎么拿得走呢 它全在国内啊 所以 这些产业 是可以还给国家和人民的 温家宝说的就是这件事 他说 如果习主席再执政下去 那么我们已经瓜分的 各行各业 就都要还给国家人民了 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也保不住了 你看啊 其实温家宝说话 从来都不是对人民说的 他是说给自己的同伙听的 总之 现在啊 妖怪停止洗刷唐僧 就是汉奸私有化国家的进程 被习主席终止了 因此 我们到现在才能看到 高铁呀 竟然还是国家的 而不是邓小平立刻强的 那不是他们善良 而是他们想瓜分 没瓜分成功 这些产业 被习主席保护了下来 留在人民手里 此时你看啊 魔王听到小妖怪报告 他都没有看外面来人 就直接说出 一定是孙行者和猪八戒 为什么他直接说出来呢 因为这代表了啊 汉奸和革命者的斗争 贯穿周天子三千年始终 我们具体说 就是毛主席时代 毛主席就和汉奸斗争了 邓小平他自然熟悉这一切啊 然后魔王说 孙悟空从半山中到此 有百五十里 这地方多难找啊 怎么他就找到了 百五十里 半山是说的十五大 十五大是一九九七年 这一年邓小平死了 将主席上来 所以国家停止下坠 等于留在了半山腰 从十五大到十八大 就是找上门来 不过这里啊 还有个更深刻的意思 这是说邓小平极为意外 他本以为啊 齐主席不知道 九转灵魂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 齐主席一开始就知道 他们这帮妖怪的底细 这才是邓小平意外的原因 但是邓小平并不怕 他说啊 小的们 让管车的推车出去 你看啊 这里特意说到了管车的 这个就和我前面讲 金角银角故事一样了 有个管家在这里 这是说 邓小平没有办法 装退休老人了 毕竟人民都以为他死了 他现在是他孙子 他当然没权力了 所以他要找 管家来具体行动 这个管车的 还有一个贯彻的意思 这是说呀 朱镕基 温家宝 李克强 他们是贯彻邓小平的核心精神 那么这个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疯狂卖国呀 疯狂的灭绝中华民族 大家懂了吧 一般小妖怪 推出五辆小车 开到了前门 车子是什么呀 车子是装财富的 这车子上面装的 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 一和五是十五大 这是啊 1997年 这个时候啊 邓小平死了 大家注意一点啊 邓小平 他是特殊的一个人 他身份不同啊 他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所以他死了之后 全国人民都在观望 未来中国会怎么发展 这五辆车呀 就是国家财富 开到前门 是说财富被人民看到了 猪八戒一看车子出来 他说呀 妖怪怕我们了 要把财富搬运 东武空说 不是这样的啊 你要看车子放在哪里 这是说革命者在观察 邓小平死后 国家怎么发展 那个小妖怪 将车子按照五行安排 这个五行代表了空间 其实说的是啊 各行各业 这地方说的意思是啊 邓小平为代表的那群中固委 他们活着时候 好歹也要脸面 或者说就算他们不要脸了 可是他们那个身份还在 他们不能放肆的瓜分国家 可是他们夺赦之后就不同了 他们不是红一代了 他们都是孙子了 他们自然就无所顾忌 开始疯狂瓜分国家 这五辆车是代表了九十年代 一直到现在 国家经济高速发展 这涉及到各行各业 而车子已经被邓小平安排妥当 这是说邓小平提前就安排好了 怎么瓜分国家 他夺赦之后啊 立刻启动了对中国的全面私有化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标志性事件 江苏肃谦有个县委书记叫求和 他是2001年当上这个县委书记的 而就在他当上这个县委书记之后 他将江苏肃谦的所有公立医院 全卖给了私人 就是全部私有化了 这个县整个医疗行业都给他私有化了 你看时间啊 2001年邓小平1997年死的 看到了吧 邓小平死后四年时间 这件事就发生了 而邓小平生前 就是1997年之前 还没有一个人敢如此明目胀胆的 瓜分国家 整个一个县呢 没有一家公立医院了 这件事不可想象吧 他就在2001年 就在江苏肃谦发生了 而这个求和也因此高升 他一路升到了中央候补委员 直到2015年 他被拿下进监狱了 这2015年就是十八大之后的事情了 大家看明白了吧 这五辆车子 就是邓小平安排好的 私有化国家这个计划 他们一直有步骤的在执行 你看啊 五个小妖看守车辆 五个进去通报 这是说 邓小平这时候已经死了 他不能再抬前了 他转到幕后了 而邓小平安排好这个之后 他认为自己啊 完全控制了国家的方方面面 他才敢出来和习主席作战 此时呢 我还要给大家讲一下啊 我很早前就说的啊 邓小平为什么 一定要坚持 一切向前看 他疯狂的提这个口号 是为什么呢 我直接说本质啊 毛主席时代 权力大过金钱 我或者我说的再通俗点 这就是官员比商人权力大 而邓小平他知道自己会夺赦 那么你想想 他夺赦之后他才12岁 他怎么能当官啊 一个12岁小孩 就算他18岁这么早开始出来当官 那他也不能上来就是 我是老党员 我党型最强了 所以权力都给我啊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那么邓小平他就想着啊 我夺赦之后 怎么继续控制权力 那就是啊 一定不能让官员比商人力量大 要反过来 要让商人呢 比官员权力大 这就是一切向前看 你看邓小平玩命宣传这个 宣传了好几十年 让你明白了这个 你再看这五辆车 这就代表了啊 全国的各个行业 是邓小平这帮人都拿在手里 他们钱最多 所以这个妖怪才问了一句啊 是不是安排好了 小妖怪回答安排好了 这样邓小平顿时就有底气了 他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 全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他就有实力和习主席叫板了 因此这时候 这个邓小平才说呀 举枪来 他要和习主席开战了 这个枪是一伙小妖怪 两个人抬着 这是十二大 就是1982年 这一年中顾委成立了 这个枪一丈八尺 这是说到了十八大 这是说十八大时候 中央最高层 还是有邓小平的人 当时那个七个常委 除了习主席 剩下六个 以李克强为首 都是汉奸 都是邓小平的人 那么我再给大家念一下 高级汉奸名单 李克强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看到了吧 你算算啊 此时邓小平的人马 1982年 那个中顾委 两百多人 都夺赦了 他们占据了 中国的方方面面 还都是高层 而中央当时最高七个人 六个都是汉奸 都是邓小平的人 还有啊 中国的经济方方面面 邓小平完全把握住 所以这个时候你觉得 就不是我觉得 就是邓小平觉得 他自己太强大了 他就拿起火尖枪 他就出来了 为什么是火尖枪 这个火 是活的意思 就是说他们夺射重生 又活了一遍 尖就是汉奸的意思 火尖枪 就是说邓小平这帮人啊 是活着的汉奸 为什么是枪不是刀 这也有含义啊 枪是精准打击 那个刀就是横扫一大片了 这地方是说 为什么人民根本不知道 高层斗争的这么激烈 人民还以为啊 啥事没发生呢 这就是因为啊 邓小平他也不敢公开这一切 他都夺射自己的孙子了 他敢说吗 他不敢说呀 那一群人都得藏着掖着 所以他们也要控制斗争范围 就在最高层 而习主席呢 也是要控制斗争范围 在最高层 这就和毛主席时代 完全不一样了 毛主席时代 你看报纸上还公开批判 邓小平刘少奇 当时报纸就说了啊 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则派 那么第一号就是刘少奇了 当时人民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报纸都说了呀 这是人民日报啊 可是你看 习主席时代 任何宣传媒体 从来没有说过 党内谁是罕见 谁是叛徒 对吧 最多也就是说 这个人违法了 双规了 别的一概不提 这就是因为啊 双方都将斗争控制在 顶城那个小圈的里面 老百姓 甚至很多高级官员 都不知道这件事 此时啊 我们再看看啊 对怪物的描写 他没有盔甲 为什么没有盔甲呢 因为邓小平 没有高级官员的职位 他不过就是个 副县长而已 那就大头了 他腰间有一条啊 锦绣战裙 腰间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生殖器 这是说 邓小平夺赦了 锦绣 他就不是红色 而是颜色灿烂 这是说 邓小平的孙子 这个名头好像锦绣 但是已经不红了 什么颜色都有 赤着脚 是说 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路线 不遮掩了 而且来到门前 这地方说的 就不是邓小平本人了 其实前面 我说邓小平 都是代表那个集团 刚才说的一切 都代表了所有汉情 比如啊 朱镕基 朱镕基的卖国 温家宝的卖国 是不遮掩的 你就看温家宝直接说 救美国 就是救中国 这还遮掩什么呢 这不都直接说出来 温家宝 就是要白送中国的物质财物 都给美国吗 这就是赤脚了 而且走出门前 中国人民都看到了 最后是一首诗 这地方我都不相信解读了 你就看数字吧 面如浮粉三分白 纯若涂朱一表才 这个就是三十一 代表1931年 这一年呢 是918事变 东北沦陷 那么你看朱镕基搞的 东北大下岗 不就是东北沦陷吗 大家懂了吧 其实这段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 开始说呀 汉奸就是小日本 就是满清 所以说呀 这个妖怪比哪吒更富泰 哪吒我们明确知道 就是日本 比日本还日本 那就是说 邓小平啊 他比小日本还坏得多 所以他名阳千古 换红孩 这就是反话正说 这是说的啊 邓小平一臭万年 他还是红色出身的 当时你按照那一辈来说 他最年轻 所以他是孩子 他是红孩 大家懂了吧 下面的故事啊 时间范围涵盖了整个周天子 三千年 红孩出来 他问 什么人在此吆喝 孙悟空说 你别弄虚头 装不认识我 你今早在山路旁 高吊在松树烧头 是一个瘦弱的黄病孩子 哄了我师父 我好心拖着你 你就弄疯 把我师父抓走了 你现在又变成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 你趁早把我师父送出来 不要白了面皮 失了心情 恐怕你令尊之道 怪我已长其右 这段话我只能用我的话翻译一遍了 因为这里红孩代表的人物 他是变化的 他有时候是邓小平 有时候又是毛主席时代的新中国 孙悟空是习主席 他说 邓小平你别骗我了 你之前在毛主席时代 你霸占了共产党的高层 最开始那个时候国家很弱 就是很瘦一个小孩 还生病了 黄病 这就是东亚病夫 这连清末民国都说到了 我好意拖着你 这是说 毛主席一路辛苦 不但建立了新中国 更是建设了新中国 可是 邓小平 你弄疯 就是以宣传欺骗了全国人民 你把唐僧抓到这里 这就是夺赦了新中国 瓜分了国家 你如今这个样子 这句话就很逗了 大家在这个地方 可以想象一个情节 就是 齐主席直接对邓小平说话 他说 你这个邓小平 原来是个小矮子 自称老党员 党型最强 可是你现在怎么变高了呀 你怎么改名叫邓卓蒂了呀 你以为 你这样就能骗过我 就别做梦了 你赶紧交出一切钱力 请宋唐僧出来 把你侵吞的国家财富 全还给人民 不要白了面皮 失了亲情 白了面皮 就是都变成白皮了 你看这白皮说的都明确了 这就是说的 邓小平全盘西化 西化了 那不就都变成白皮了吗 齐主席说呀 如果你令尊知道 就怪我老孙呢 以掌妻幼 这直接说到了周天子三千年 邓小平呢 代表了一切九转灵魂 这帮人怎么来的 都是西方邪神制造的 所以邓小平的另尊 就是西方邪神 而习主席是神仙下界 神仙呢 打一个九转灵魂 这就是 这就是降维打击呀 身份不对等 所以这就是以掌妻幼 红孩一听 他就大怒 他说 我和你有什么亲情 你胡说八道 我不是你的贤侄 邓小平自然就不敢承认啊 他绝不能说 你说的对 我就是夺车了 他死活不认账啊 孙武功就说 你这个小矮子 你是不知道啊 当年我和你令尊 做兄弟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呢 这就是说的啊 邓小平太愚蠢 他不知道 西主席神仙下界 神仙有漫长的寿命 早在汉武帝时候 习主席就下来一次 其实我告诉大家啊 我认为啊 汉武帝之前 习主席还下来一次 应该就是封神大战的时候 因为我都三次了 所以西主席 也最少三次下来人间 那个时候 西主席是哪个神仙 大家可以去猜 当时呢 我应该是神功豹 不说这个了 我们继续看故事 邓小平死活不承认啊 他说 你和我都不是一个地方的人 你怎么和我父亲做兄弟 于是呢 孙武功就说了一下 自己的历史经历 就从大闹天宫 说到了七兄弟 这个我前面仔细讲过 就不重复了啊 其实这个地方啊 也有神仙嘲笑邓小平 见识短浅的意思 邓小平很愚蠢 他觉得现在就是永远了 他根本不知道 历史上总有东方神仙 下界除妖 你想一下啊 如果邓小平知道 汉武帝和东方硕 就是东方神仙下界 专门杀他们这样的妖怪的 他也不敢如此放肆 估计西方邪神肯定没告诉他 就是周恩来没告诉他 所以邓小平就肆无忌惮 接下来呢 两人就打起来了 你看啊 孙悟空骂红孩儿是小畜生 这就是真的说到了啊 邓小平是活畜生 他连自己的亲孙子都杀 他就不是个人呢 这段我就不解读了啊 我们就看最后一句话 邓小平是正果善财狼 正果就是争夺国家 争夺果实 这个意思 善财啊 这就是直接说的啊 邓小平的贪婪 那就是要钱不要命啊 一百块钱都得给他 看这个和国际城一样 一百块钱你都不给我 他们两个人呢 战斗了二十个回合不分胜负 这个地方我感觉啊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二十年 一个是二十大 这个含义都有 我们按照二十年算 因为这是夺舍后的邓小平 所以我们从1997年算20年 就是到了啊 2017年 这就是十九大 邓小平就在这一年被拿下了 他不能当副县长了 可是他没死啊 这是不分胜负 因为2017年之后 邓小平还有能力发动三年疫情 自然是不分胜负了 然后呢 我们说二十大啊 甚至说就是到现在啊 2023年 我们单纯说四项领域 更是不分胜负 我的视频代表正 那么以前的人民 一直生活在谎言监狱 这个谎言监狱就是邪 那么你看到了现在为止啊 我的视频 不但看到的人不够多 相信的人更少 九转灵魂集团 还控制着宣传领域 所以你单纯说 四项领域的斗争 更是不分胜负 接下来这一段呢 就是让我才彻底清楚了啊 刚才那个二十个回合的意思 因为这说到了未来 所以当时我就拿不准时间了 看了这一段 大家就全懂了啊 你看啊 猪八戒在旁边看着两人战斗 他看得明白 妖精虽然没有败 可是只能遮挡 他不能进攻了 这就是说到了2023年 这一年 或者说二十大之后都如此啊 妖精是九转灵魂集团 我为了说的让大家更明白 我就以我和我的视频来举例 否则大家没办法形象理解 妖怪只能遮挡 不能进攻 是说他们只能阻止 我的视频传播 但是不能彻底让我的视频消失 我再说的简单点啊 这就是啊 邓小平不敢杀我 他也没有能力杀我 所以他们只能眼看着我的视频 一天一天出来 却只能封锁 不能消除 大家懂了吧 猪八戒还看到 孙悟空现在还没有 虽然还没有赢妖怪 但是金箍棒 就在妖精的脑袋上打 这是说 这个阶段呢 习主席针对 汉奸麦国贼的真正打击 他就是打的那个头目 就是打这个 专打呀 这群救党灵魂 猪八戒就心想 哎不好啊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孙悟空迟早把妖怪打死 我就没有功劳了 所以呢 猪八戒立刻行动 他挥舞九尺钉耙 在空中对着妖怪脑袋 就打下去了 猪八戒 可以说就是官僚集团 或者说他是干部 或者说是高级干部 这是说到了 现在和未来 我就说五年大反腐期间吧 很多官员 尤其是高级官员 开始觉醒了 他们成长为干部 跟随习主席 一起对九转灵魂 和一切汉奸麦国贼 展开清算 这样一来呢 妖怪就挡不住了 他就败下阵去 孙悟空命令猪八戒赶上去 这个时候其实我解读 就很困难了 因为这都说到了未来了 而我也没有神通 看到未来 因此呢 我只能说个大概啊 妖精跑到洞门前 他站在中间一辆小车上 一个手拿着枪 一个手握拳 对着自己鼻子 捶了两拳 这个地方就特别逗了啊 这说到了两个时间点 我先说第一个 大家都好理解啊 之前说了五辆小车 那么你想一想啊 毛主席时代 很多机关单位挂委员项 正好五个对吧 就是马恩列斯毛 中间的小车 他就是列宁 这代表马列 这是说的啊 就是毛主席时代 汉奸他是高举马列旗帜 和毛主席斗 其代表就是刘少奇啊 三天不学习 赶不上刘少奇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 那么为什么 妖怪一手拿枪 一手给自己鼻子两拳呢 因为啊 刘少奇是个大鼻子呀 这地方真是逗死我了 大家去找刘少奇的那个画像看 刘少奇有个标志性的大鼻子 他鼻子特别大 一个手拿枪 是说汉奸手里有军队 周恩来就是最大军头 那么一个手给自己 一个手啊 给自己鼻子两拳头 你注意啊 这是自己打自己啊 而且专门打鼻子 这就是说的啊 刘少奇啊 是邓小平杀死的 邓小平就是此时的妖怪 他的鼻子就是当年的刘少奇啊 那么两个本来是一伙的 都要推翻毛主席 可是毛主席巧妙的挑起了他们的内斗 所以邓小平啊 急不可耐的就把刘少奇给杀了 大家懂了吧 你看这个地方我说的很明白 因为这是历史上都发生的 我知道 大家也知道 可是我再说一个时间点啊 大家就不知道了 我也不能知道具体的事 我只能说大概 这只说到了五年大反腐期间 你注意啊 五辆小车是按照金木水火土安排的 所以中间的小车是水 这个水代表了财富 妖怪站在财富上 给了自己鼻子两全 也就是说出血了 邓小平啊 他被逼的吐出了自己的财富 他出血了 你看要他点钱 就跟他要他命一样这么难 但是你还要注意啊 这个财富他不是给国家人民的 他要给猪八戒 你看猪八戒说 你垂破了自己的鼻子 流了血 茶红了脸 你是要找官府告我们吗 那么你说官府 为什么要接受邓小平的壮旨呢 因为这个地方 他其实是说呀 邓小平将财富 吐出来 拉拢腐蚀 官僚集团 而且官僚集团 如果谁拿了他们的好处 这帮官员就倒霉透了 说到这里啊 我就明白神仙意思了啊 我直接对官僚集团说吧 这样才说的明白 其实这段话就是直接对你们说的 这是神仙提前告诉你们 邓小平的邪恶计划 面对习主席的打击 邓小平想了一个对策 他们呢将瓜分的国家财富拿出来 意图分给整个官僚集团 你们就变得每个人都不干净了 个个有罪 而五年大反腐期间 比如啊 我做个假设 全体官员三臣有罪 那么还好处理 如果十臣全有罪 就算是全体大换血 可这也需要时间呢 这时间一下就拉长了 而同时呢 阻力也就增大了无数倍 这就是邓小平邪恶目标之一 同时我再告诉你们这些官员啊 你别以为拿了邓小平的钱 只是和他同流合污 狼狈为奸 你这样想啊 那真是太傻太天真了 你没看猪八戒说了吗 邓小平要告状 他状告谁啊 他就是状告你们这些官员 你们并不是邓小平的同伙 邓小平拿你们当替死鬼 他要你们顶前面死 他在后面甚至还想脱身呢 你们看懂了吧 这是神仙将邓小平现在正在进行的邪恶计划 都揭露给全国人民看到 尤其是给官员看到 其实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体制 我一开始都想不到这些 但是看完这段文字呢 就全明白了 现在啊 官员们 你们可就又面临选择了 邓小平将如山的财富 白送给你们了 看到了吧 这是 这天上不是掉馅饼了 而是直接掉金山了 你们如果敢收 那么你看啊 神仙都在这里提前收了出来 那你们的结果 只能是做了邓小平的替死鬼啊 你们好自为之吧 我知道我怎么劝你们都没有用 有的人真的是要钱不要命啊 你们看着办吧 反正只要你们拿了九转灵魂的好处 先死的肯定是你 这个时候五辆车子火焰涌出 这就是邓小平开始玩命了啊 他发动了他能利用的一切势力 全面和习主席开战了 就是压箱底的势力都摆在明面上了 其实这也是说的啊 五年大反腐期间九转灵魂全面暴露 谁也藏不住了 这个时候猪八戒就慌了啊 他说不行了啊 我快成烤猪了 加点香料就被妖怪享用了 你看这地方 就是我刚才那段解释 你们拿了邓小平的钱 其实邓小平啊 是要将你们呀当烤猪 你们最终会死在邓小平手里 然后猪八戒转身跑了 只丢下孙悟空一个人 这个情节我还是说一下毛主席时代吧 这样子大家好理解 毛主席时代一开始啊 毛主席也是有一群的 革命的干部跟着他 但是随着战斗进行 这帮人全成了烤猪了 就是他们被周恩来拿下了 那么加点香料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什么香啊 茅台香啊 就是给点茅台 给点利益 这帮人就全跟着周恩来跑了 大家懂了吧 这是加点香料 剩下的呢 不肯同流合污的 他也跑了 剩下的就跑了 就是加点香料的 都被周恩来收走了 那不跟着周恩来跑的呢 他也不敢跟着毛主席了 他们也害怕就跑了 就只丢下毛主席一个人 最终毛主席呢 就只能进行文化大革命了 结果最后还是失败了 不过这可是历史啊 到了现在就完全不同了 现在可是习主席时代 是五年大反腐 五年大反腐 不是文化大革命 那么现在习主席怎么做呢 那就下一集再说了啊 这一集就到这里啊 再见 这一集